請問 欸 警長喔 那個 我是走 就化衝擊 因為 人口是太多的話 會有大道路 你說大道路是有事件到的 我怎麼給它算 也沒有事件到的 任何可能 因為兩邊 兩次停車 根本那是水溝 所以說你那不事件到的 異例是行不通的 所以說你要重新規範 人口密度太高 再來 一個就是 福德街 中坡南路 跟大道路 三角地帶 人口密度太多的話 它的交通 真的阻塞 你要請警長去看一下 因為我每天都在看 看到我眼睛都眼花搖亂 所以說沒辦法 至於這個交通問題 也相當的嚴重 所以說那個 那三角地帶一定是不行 行不通的 所以說人口密度太多的話 請警長 你要考量一下 你長期來澳三十年了 那交通管制 工程處的話 他也沒辦法去 那個 改善那個地方的交通 所以說 請你考量一下 這個交通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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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那我們就跳過 那因為接下來是 登記是 洪敏中 洪大哥 是不是 洪大哥可以 您還是要發言 我想今天 今天大家在那邊聽了 一個主要的題目 就是 大家都反對那個 六棟留一棟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只是從上一次 我們這種 大型的說明會 才出現 有時候要留 這麼一棟的情況出來 事實上 我覺得 這個是 8月9號 颱風第二天照的照片 我這邊有兩個主題 第一個 各位看到 廣池宮殿裡面的樹 大樹幾乎倒了非常多 下一張 這一棟你看 在太書手旁邊的 這個是在裡面的 再來 這個是在福德平台旁邊的 各位請看 這個才 才弄多久的 所謂的美化的東西 一次 一個晚上就通通不見了 幾百萬 我不知道幾百萬 就 光光的 下一張 通通一陣風 都吹著光光的 再來 全面倒不見了 再來 還有這個樹 這些老樹都倒下去了 出了折斷 再來 這個也是 再來 這個是在福德街上的樹 這個都是老樹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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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棟是最大的 派出走旁邊那一棵 再來 你看多恐怖 再來 再來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 這個樹倒了 可是旁邊 這些樹好好的 這三四棵樹 是從 開拓 林口接八十項 椅子過來的樹 都長得好好的 這個大樹就倒了 所以我簡單 兩個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 這些 在拆 在拆這些 福德平宅的時候 有些樹木 可能適度的要把它做移植 甚至把它弄好一點 可能對這個樹才是真正的愛護樹木 不是放在那邊 反而是完蛋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那一棟保留 剛才又聽到局長講到 要做商業空間 那更恐怖了 這一棟 你不是微樓嗎 那怎麼做商業空間呢 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我想 是不是 是不是能夠來得及的話 追加預算 要拆一起解決 不然以後還要再發錢 拆這個 我看 根據我的調查 不是全面的人都贊成 是99.99%的人都反對 就是把它 應該要把它拆掉 謝謝 好 謝謝 我這邊 請就很快地考慮 第一個 公正不要停 第二個 在整個進行過程當中 如果對第六棟還有疑慮 還可以再考慮 第三個 這一棟 一直到未來的 新的作用之前 所有的出入口都會封起來 不要造成任何危險 第四個 我其實已經不知道 什麼叫99.99% 因為走到另外一條街 我也會發現另外一個 百分之96.99% 今天中午一點半 局裡面 有不少人到一樓 接受陳情 那些人說 六棟全流 好 我要說的是 我其實蠻愛我現在做的事情 好 那我其實要說的事情 已經走到今天了 我建議 已經有今天的決定了 而且有臨時的停車 今天不是最後決定 最後我要說的是 那一棟如果留下來 當然 會做結構補強 以達到現行技術規則規定的結構強度 好 提到這個事情 一樣 這邊的99.9% 會覺得 怎麼只有一棟 另外的99.9% 會說 怎麼可以 不全部留下來 整個來講 因為已經走到今天 這有很複雜的過程 我建議先暫時 暫起 因為今天談的都不是永久 但是我們決定會注意安全 不會讓任何 像剛剛那位女士說的 因此有人跑進去 危險等等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劉慧珠是 劉慧是嗎 還是 好 兩分鐘 看